因为饮食不均衡 台湾现在有四分之一的儿童都是小胖子 不过民间团体儿福联盟最近更发现 大约也有三分之一的儿童偏食 造成了很多长不大的兽小孩 而且偏食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 甚至情绪不稳定 家长一定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小朋友们蒙上了眼睛 试吃这些平常可能连碰都不肯碰的食物 从表情看得出来 山药 茄子 苦瓜这些东西 不太合孩子们的口味 这是什么瓜 苦瓜 苦瓜 那你平常敢吃苦瓜吗 不敢 而福联盟调查发现 台湾孩子最怕吃苦 苦瓜明年儿童最怕吃的蔬菜第一名 有将近八成的孩子完全拒绝苦瓜 其次是茄子跟山药 南瓜跟青椒也不太受到欢迎 有试诚的孩子没有天天吃蔬菜 偏食的情况严重 大概每三个孩子就有一个孩子是偏食 有些爸爸妈妈发现孩子偏食的时候 他就是放任他偏食 或者是他用的方法不对 他可能就是太强迫他 那过于强迫用这种强压的方式 反而就是让这个孩子本身其实又更偏食 小朋友的偏食 第一个影响到的就是便秘的问题 那便秘的话 小朋友吃的就比较少 然后所以他们体重一般会比较轻 或说直接影响就是生长磁缓的一个问题 而福联盟还发现孩子们偏食 跟父母亲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苦瓜都是带你来吃 本身不喜欢吃苦瓜 就不会想要去买它 调查也显示 偏食的孩子常常是因为家中固定 只出现几样食物 营养师建议 就是孩子不吃的东西 偶尔也要让他出现在饭桌上 鼓励他们尝试 或是改变烹饪的方式 像是把山药泥洋葱跟角肉 做成汉堡肉 孩子们也会吃得津津有味 好好吃 记者陈淑珊 蒋龙翔台北报道